我们没参数了 我们也很参加的 检讨126败选多聆听基层 负责红赖琴的21日 在新北市办首场证件发表会 淘汰的有选区立委们和党部主委 但当天有唯一一位来自当中央的代表 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 其实又悄悄在台下 而PTT网友也发文 问林非凡的党内派系倾向 是属于卓榮泰挺赖内挂 又或者是小婴男孩 因为看林非凡发文 炮轰有因的台南市长黄伟哲 难不成林非凡转往知识赖了吗 李下人回应林非凡加入民主活血很久了 属于挺赖联盟 到底有没有检讨的必要 是不是任何一个人提出来 这个是个问题拿出来警示 同为民主活血成员帮缓家 所谓的民主活血连线今年成立 不过其实早就酝酿了好一段时间 超时人报霍中 泰罗文家林非凡和立委洪生汉等人 尤其卓罗二人 更被视为协助赖清德平2024的重要人骂 只要有任何的检讨声音都可以谈 但是不要把它扯到说跟2024总统有关 如果整个党都打都垮了 还要谈什么派系呢 只是林非凡突然怒轰 台南乱象也难免引发联想 是否有意未来要拼市长大会 我想这些都是太多过度的解读 我的这个用意很清楚 这是我们集体相怨忍让的结果 让台南今天的乱象持续在发生 战史仍是民进党负密的林非凡 台面上动作突然增加也令外界有各种解读 TVBS新闻和福华留听听看不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